路指于此,海史于斯,这座中年云雾缭绕的雾岛,形如海鸥,水天一色,花草丛生,名和秀美,它就是圣子猎岛中最特别的存在,中国圣托里尼花鸟岛。 整个花鸟岛不大,主干道仅一条马塔线,徒步海盗公路,途径群山碧海,即使下雨天也值得驻足。 沿路经过灯塔村,岛上的自然村落,汇就着朴实的东海渔村风景。 再到花鸟岛最著名的景点,花鸟灯塔,它坐落在花鸟山西北角的山随上,地理位置重要,规模巨大。 功能齐全,被称为远东第一灯塔,于1870年有英国人建造,圆柱形塔深,高达17亿米。 每当夜幕来临,半个花鸟岛在灯塔的强烈光束照耀下,如同白昼一般,堪称夜海奇光。 耸立于花鸟岛北侧的佛首石,形如首长,指尖分铃,是全岛观日出的绝佳之地。 从山边望向海面,一座座岛屿礁石,游近极远,剑刺罗列。 沥水连天间,风光无限。 夜晚伴着星空,聆听从太平洋吹来的风,或许还可以和荧光海不期而遇。 极具魅惑的蓝在夜里铺开,宛若一颗颗露露大海的蓝眼睛,映衬在漫天星辰。 一花,一鸟,一视景。 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的花鸟岛,总能让旅人歇足停步,隔着山海几重,也恋恋不忘。 第三个世界 第一个世界